2017《絲綢之路旅遊年》 推廣活動日行的是在香港舉辦 明年適逢是已故總理周恩來 誕辰120周年 江蘇淮安作為州總理的故鄉 特別也是推出的 紅色經典旅遊路線備受關注 4月8號由國家旅遊局主辦 香港旅遊事務署 香港旅發局 以及香港旅遊業議會等支持的 美麗中國2017《絲綢之路旅遊年》 推廣活動在香港舉行 來自內地24個省市區的 旅遊委及相關負責人 均到場出席了活動 江蘇淮安的代表團就告訴記者 他們此次特意來推廣 七條經典旅遊 希望香港市民能夠喜歡 美食油 浪漫運河油 鄉村油 西油煮蹄油 還有獅子油 還有民水度假油等等 這些七條的經典旅遊 是這個季節我們淮安主推出來的 明年正值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 而江蘇淮安作為周總理故鄉 特意推出紅色經典線路遊 我們周總理的這個經典館呢 是目前是全國最大的 周恩來的經典地 而且佔地有40萬民方米 我們每年的觀眾有150萬到200萬 同時江蘇省港澳台旅遊事務處處長 劉旭旭還表示 旅遊年活動不僅可以讓地方特色走出去 還可豐富兩地居民旅遊活動 推進兩地經濟發展 據我們統計 每年大概有將近50萬的港澳居民 到江蘇去遊覽 去觀光 我們想隨著這個兩岸 就是內地和港澳地區的合作 不斷地深入地拓展 這個會有越來越多的香港遊客 到內地去旅遊 到江蘇去旅遊 在活動現場除了內地多國旅遊局 展開的推廣活動之外 更是有多家內地及香港的旅行社 為市民提供現場的報名等服務 各種市民告訴記者 他們將會選擇其中的精品線路遊 亞太第一位是潘雪柯旅人青 香港報導 好 我們今天亞太商情 就先到這裡結束了 再次感謝溫剛成先生 做客我們的節目 更多資訊請利用 亂灣TV的官方網站 以及微信公眾號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